同样3比0孙颖沙王曼玉距离会失决赛更进一步 但是沙沙的对手却更硬更难打 国平澳门冠军赛即将迎来一场巅峰对话 不出意外的话孙颖沙和王曼玉有可能要会失决赛 但是在这次进决赛的路上 孙颖沙的对手确实是更强更难打 今日他和王曼玉同时出战 同时取得了3比0的比分 但是王曼玉赢的是前国平的巨星朱宇玲 朱宇玲是当过世界第一的 不过自从得病癌症 并且经过治疗之后 他已经是4年没有站在乒乓球场上了 所以说现在小朱儿还处于恢复状态 王曼玉这场3比0打的是兵不血刃 双方非常的友好 而且基本上都是上来6比0 5比0就领先了 没什么悬念 而孙颖沙这次面对的是韩国的18岁超级天才 未来的第一核心金纳英 金纳英在韩国地位就和张本美和在日本地位一样 可以说是未来的领军人物 孙颖沙这场别看也是3比0 但是打的却很艰难 尤其是第一局的11比9 而再往后他们两个的对手 莎莎也确实是要更难打一些 同样是3比0 孙颖沙下一轮大概就要面对伊藤美城了 虽然说孙颖沙打伊藤美城很有心得 但他仍然是国平的主要敌人 而王曼玉这边则是不同 他现在3比0晋级之后 下一轮的对手也很难给他造成什么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接下来王曼玉在战胜了朱宇凌之后 他的下一轮对手不出意外 应该是正义镜 所以说这次曼玉进决赛肯定更轻松 而孙颖沙又要走上一条非常艰难的晋级之路